美鳳當家 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Tracy小姐 俗文 天氣開始冷 那出門的時候 這個日夜溫差大 我們就要穿好熱 可是穿得保暖這件事 我們要穿得漂漂亮亮的 不要穿得肥肥種種的 那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要怎麼穿得又時尚 又保暖 又輕輕的 很輕盈 馬上來歡迎 今天現場的來賓好朋友 首先歡迎的是 我們的生活達人 欣凌 大家好 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喜歡露營 生活達人就是我 所以穿著我希望就是 輕便 不要洋蔥式的 如果一件就能搞定 不管是室內室外 又能夠保暖防風防雨 那是最好的選擇 好 接下來這個 是我們的Tracy媽媽 也是我們聰明媽媽 大家好 我是Tracy媽媽 我認真說 我有三個小孩 節省很重要 但是所以我要挑東西 一定是一件搞定 又精打細酸 然後又好穿的東西 剛才有聽到 又要輕 又要保暖 又要漂亮 我發現兩位身上 都穿得水當當 都很帥氣 很漂亮 所以今天已經知道怎麼穿 過期是怎麼穿 以前我早前男生穿著的方式 無外乎就是洋蔥式 所以很多的媽媽也會為自己的兒子 老公說你多穿一點 多穿一件 穿好燙 所以就變成什麼了 你會穿三件 裡面有一個長袖的棉梯 長袖的棉梯 連到它針織衫 毛線一樣 有人頂了 有人頂了 你外面的大衣再給它穿上去 對 搞到自己像什麼一樣 後來呢 我就買了這件外套 我說這個保暖性真的沒話說 看起來滿保暖啊 很大頂的啦 這穿起來 這羽絨外套啦 真的讚 可是看起來我腫了兩倍 看起來很肥的 人家以為你變胖了 我跟熊一樣 一樣大隻 這個變肥 這件事 有時候看起來會顯得比較老氣 對啊 所以我們又要好看 然後又要輕 又要保暖 崔喜媽媽 你都怎麼搞定 我剛剛聽你們在講 我看著我這一堆的衣服 那個都是你過往的 這是我過完的衣服 因為我認真說 因為我有小孩 我要騎摩托車 帶他們上學 有時候我要去買菜 所以其實我要騎摩托車 最怕冷 所以有時候 以前我都會穿一件 這個保暖的在裡面 你走路的時候會燙 可是它也貴風 會不防風 然後有時候下雨來的時候 它一下就濕掉 所以其實它又濕又冷 其實單穿這件是不行 這樣會感冒 所以我穿了一件之後 我還會再穿一件這個外套 防風外套上去 很麻煩 又大 我又沒有 籃子又放不下 我車子也放不下 忽然又流了汗 又整個很熱 全身熱呼呼的 又胖又腫 那結果騎了摩托車 風又來又吹的 真的會感冒 對 其實很不方便 然後後來我就是其實 我覺得全部防風防水 透氣什麼都急一身 然後又好看 我喜歡這樣 然後稍微長一點點的 我可以遮屁股 可以遮滾 就是你現在身上這件嗎 所以屁股有包起來嗎 屁股是包起來 我待會給人家看 屁股是可以包起來的 然後就是領子又高 然後又有帽子 所以其實一件我可以搞定 我又不用戴圍巾 又不用再戴個什麼毛帽 因為它也有帽子 一個外套可以搞定 從你的脖子取代外 對 我省了帽子啦 省了圍巾 因為這邊會灌風嘛 然後這個地方 我又可以把它縮緊 所以又保暖 然後又長 然後看起來又有腰線 不過最重要你剛剛說 如果你出去要買東西 輕便 不能太重 很重要 對 其實我們可以來量一下重量 以前我的過往 穿了好多年的外套長這樣 重量我給大家看一下 以前的外套都很重 都是這種 對 外套很重 跟棉被一樣 以前棉被也很重 要又厚又重才保暖嗎 對 可是現在不是囉 現在是可以又輕又保暖 現在年輕人都不愛穿這種的 然後這一件 就是他身上穿這件 黑色的 我請你了 其實這一件我們大概 我們看一下重量多少 我過往穿的 大概1,700左右 1,600多克左右 大概1.6公斤多 然後這一件 大概都700多克而已 所以他大概就是 以前跟他就差兩倍 一個是1,660 一個是730 對 差了兩倍 我到一半 對 所以其實以前 真的是不會挑 然後穿了又重 穿了肩膀會痛 會痠痛 會啊 對 然後其實啊 我跟你講 我自己很喜歡去找材料 看一看 這到底為什麼怎麼做的 所以其實後來我看到 這一件外套 他就是用三層布去做 然後重點是 我剛剛沒講到 你看彈性有多好 其實是有彈性的 彈性是 它是四面彈性的 所以 所以啊 其實我覺得 你 我覺得好材料 你就是彈性要很好 我們來活動的 比較靈活嘛 對 不會防守彈腳 它就像你的 另一層皮膚一樣 了解 它就是貼合在你的皮膚上 所以你活動 很有空間 然後再來就是 而且這紋起來 我這樣紋起來 這個軟軟的 這個好密 好柔 那個保暖層好厲害 我也覺得很歡迎 那個裡面不知道什麼材質 就很細很細 這叫什麼 他剛剛說的 這叫蜜桃絨 蜜桃絨 蜜桃絨 就 剛剛你說啦 像有點像粉撲 我們在粉撲 撲我們的臉上的那個粉撲 就像它細一五明明一樣 所以這是第三層 那我們表層 跟第三層中間有一層膜 這就是媲美G牌的膜 這就是防水透氣膜 那個兩萬多塊一件的外套 對 登山爬山 在買再穿的那個外套 防水超過兩萬 透氣也大概有八千 防水兩萬 防水係數兩萬 對 然後我們來看 其實它的面 它的布料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麼輕薄 然後三層 彈性 做羽衣可以嗎 可以 而且它這種的 因為有那個薄膜 我知道的是 因為它可以呼吸 對 它可以呼吸 你如果是羽衣的話 是不能呼吸 是 它又能夠透氣呼吸 但是又能夠防水 不是防潑水 聽好 它防水係數是兩萬係數 毫米拱柱以上 那個已經專業等級 PRO的 你看那個帳篷 一頂帳篷 五萬多塊 八萬多塊 防水係數就一萬五 它這個到兩萬 比那個帳篷 所以如果我去外面遇到下雨 我真的可以這樣子 拿來搭 可以 你就帽子戴起來就好啦 對 這樣子啊 好 我們請兩位先來前面好了 我們也給大家看你一下 你倆的紅色黑大半了 你看 有腰身 我第一次穿著有腰身的衣服 按外套 因為我以前穿外套 是沒有腰身的 可是有腰身會顯瘦啊 瘦多了 而且很好看以外 它整個保暖性很好 首先我跟你講 這個騎車的一定要注意 就是袖口 因為你封號 大部分你說你這個都擋得了 可是封會從這裡灌進來 對 那這裡它的設計 整體就會冷了 收口的地方 它的魔鬼站有兩條 不是只有一條喔 所以它收口 雙束的 收起來你就這樣子 根據你的手腕收起來 完全包起來不會灌風 風不會進來 兩隻手都可以束起來 兩隻手都可以 第二個你會想說 我頭前欸 對啊 頭前一樣 它這個拉鍊呢 它是直接 板型快到膝蓋 我覺得很好的地方是 我騎車也不怕冷 它這個是雙 雙向拉鍊 雙向拉鍊上去之後 好處是什麼呢 它可以雙向使用 那你這個拉鍊進去之後呢 這個底下有沒有 你看 這樣包起來 真的到頭部的地方 你看 這裡 到脖子欸 你看 這樣連圍巾都省了 圍巾都省 下雨怎麼辦 下雨就帽子戴起來啊 帽子再包起來 頭也不怕濕摔摔的 這邊還可以拉 還可以拉 我覺得最重要啦 那個風不會進去 它拉起來之後風就不會進去 完全包的 還有重點啦 這個帽子是可以拆的 蜘蛛只可以拆 所以我還可以改變造型喔 你就變成一個蒂林的 就歐巴咩 歐巴的造型啊 剛剛講說為什麼它可以 造型也很修身 我覺得像我是女生啦 我喜歡穿這件 因為它 我的身高不高 我大概160公分 我今天墊一個 一個高的靴子 然後其實啊 它是不是給你看我 臀部不見了 就蓋住了 因為包起來了 我的腿 它就直接在我的膝蓋 所以其實不累 因為其實女生最怕冷哪裡冷 肚子冷 肚子冷 屁股還有腿冷 你看為什麼它穿短褲 我剛剛說發現 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 我跟你看 我真要 這是我秘密耶 它是穿短褲 所以很多冬天到了喜歡愛漂亮的 欸 我先 穿底褲 我先跟你講 你看我這邊可以拉起來對不對 你看是不是短褲 真的是雙向拉鍊 上面也可以往下拉 下面也可以往上拉 好處是什麼 你坐的時候 騎摩托車或坐著的時候 你就這樣子 你的胃套不用拖 你只要把拉鍊打開 你沒有拉開 你拉鍊放著這樣 你這樣 就這樣肚子就憋住了 打開多好 然後你看我這樣穿著 其實我可以適合 我可以 如果說我哪邊熱 我就打開就好了嗎 你要開多高的叉都可以 對 我都可以選擇 就等於全面開叉 那我們男生的話 就是要站著上洗手間 你不可能這樣子拉起來 對 男生的考量又不一樣 因為看兩套了你知道嗎 所以雙向拉鍊 所以雙向拉是這樣子 上廁所就可以來幫忙了 有沒有帥氣 方便啦你知道嗎 好啦 變了啦 那女生其實 這個修身感 你說腰是怎麼 我這樣打開之後 其實我們這邊有 這個可以拉收腰的 我們把她腰收起來 其實我跟妳說 我立馬捡10公斤 你的腰就是這樣來的嗎 你又這樣來 後面是少女看一下 後面是少女 真的 尤其像我們矮個子的人 如果這個腰線沒出來 真的整個就是AV Day去了 真的 好啦 其實大家只要聰明的挑選 一件可以有時尚保暖又輕盈的 這樣的一個防風防雨的 這個多功能外套 真的是太方便了 休息一下進段廣告 廣告回來還有更多分享 哇 我們呢 穿燙燙同時達到 保暖 時尚 輕盈 這個秘密竟然是在我們台灣的紡織科技當中 不過馬上Tracy媽媽說要做一個怎麼樣 防風實驗給大家看 來 我們來做一個殘酷的防風實驗 我們有十支的蠟燭 已經點好的蠟燭 我現在要媲美 就是我們颱風可能十五級風 冬天的寒風 我現在要開這個是工業電扇 最大支的電風扇 我現在是要開最大最強 我要先把它包起來 讓它風把它灌在裡面 好 大家眼睛仔細看 蠟燭完全聞風不動 你看 這個就是風 工業電扇完全阻隔了 來 眼睛不要了 我要打開囉 所以代表這樣好厲害 全部把它吹息了 吹息了 所以如果說這樣子的一個這種 這算機能布面了對不對 對 機能布面 三合一 三層 三層的 三層貼合的 它的彈性很好 四面彈 對 然後剛打開它裡面真的一層 然後中間一層 對 然後萬一再一層 你有看到三層嗎 會呼吸 又防水 哇 這一種 現在布面有辦法做到這種科技 防風防雨 有 這個真的很貴 因為它三層貼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很漂亮 它中間有一個膜 然後我現在來看說 我們剛做了寒風 就是防風的測試 我們現在來做防水跟透氣的測試 我現在要倒水進來 我們現在這個是 因為剛剛講說防風 那你這樣就會說 會不會密不透氣呢 可是它竟然還可以又透氣 又防水 還可以防水 怎麼這麼妙啊 我們現在裡面有魚喔 上面加了水 中間那一層黑的是什麼 就是我身上穿的這件外套的 就是我現在手的拿著這一套 三層貼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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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同樣的材質 是西萍身上穿的這個顏色 對 同樣的材質 對 同樣的材質 你看有沒有冒泡泡 有 上面有透氣 魚兒在呼吸了 上面有空氣 空氣可以透過這個布面 然後再往下看下面的棉花 你看有沒有溼 下面有沒有滴水 我們看一下 下面棉花的部分 上面可以達到防風 這個布面可以達到防風 可是下面不滴水 又防水 對 所以水不會滴下來 下雨天也不怕 它防水係數到兩萬 這兩萬的概念 透氣八千 就已經是透氣 然後又防水 這個太厲害了 我們也有一個影片 就是我們透過一個3D 讓大家更容易了解 什麼叫做 三層的軟殼布 那也請Tracy來說明一下 總共三層 對 其實三層 你看第一層就是防水的 然後第二層有一個膜 第三個就是我們剛剛蜜桃 你看它可以擋寒風進入 所以它不會 它可以阻隔寒風再進去 所以其實冬天穿這個 又可以蓄熱 又可以保暖又升溫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透氣很重要 不只是防水 所以穿了有彈性清涼 防洪風防水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你知道你在講話 我都忍不住手一直摸它 因為好好摸 蜜桃朗 好柔軟喔 不是每一年 外套都是這樣 你看喔 只要有絨毛的有沒有 是 沒有聽到絨毛 大家都說 哎呀 都一樣 沒有 你看 這個絨毛外套 它也叫絨毛啊 對啊 很粗的 摸起來 對 好粗喔 所以還是有分等級 然後塑膠質感很重 是 然後這個比較 比較柔的 可是摸了大概兩三年 穿了兩三年之後 就有點像我們 起毛球一樣 是 你摸起來會夾夾的 它比較粗糙啦 比較粗糙 有點像靈片 所以像你身上的這個 你看 就我現在手上摸的這個 哎 你看這個 好細喔 這個摸起來就像粉撲 女孩子化妝的粉撲一樣 對 好好摸 我認真說它柔咪咪啦 柔咪咪啦 對 很順手 它其實就是我們的 我覺得這個布料的原理就是 它把那個纖維 它把它做得很細很細緻 所以它跟你的皮膚是緊密貼合 所以它可以在你的皮膚上 一邊接觸一邊穿著一邊升溫 然後你又舒服 可以hold住 然後你除了升溫之外 因為這個布料 它是防寒 又防水 又防風 所以你保住了溫度 你就會保暖了 只是啊 因為我覺得Tracy身上 你說那個叫什麼紅 好喜氣耶 瑞士紅 瑞 這名字也好聽 最適合什麼 我聖誕節要來了 Christmas到了 紅 再來什麼 New Year 過年要到了 走川 對啊 很適合啊 好喜氣 那我請問一下 那男生敢不敢穿紅色 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穿起來會像設計師 黑色比較像 有點像那個什麼 艾倫沃克有沒有 很流行的衣服 但我覺得紅色 應該會有點像設計師 其實我爸爸 我爸爸以前都很喜歡穿紅色 現在時代你改變 其實男生穿紅色也很多人 就是氣色很好啦 對 而且最主要就是說 你知道如果以顏色學 紅色會帶來這個紅運 對 好運當頭 哇 糟糕 是不是因為你本人就帥啊 我覺得我應該要選紅色 是衣服的問題 還是你本人的問題 我覺得衣服佔了一半的因素 人也佔了一半的因素 轉一圈 轉一圈 來來來 你看 身材 要身材有身材 我覺得你如果這樣子 你喊洞蒜 我會投你一票 喔 真的是好看 真的不錯欸 那那個Tracy媽媽 再教大家一下 因為大家都很care 那個修身這件事 我們生過小孩 尤其腰 是我們的命根子 男生有 女生也有 我們要有腰 所以你看我們有塑腰 雙邊都有塑腰繩 那其實啊 那個腰繩很簡單啦 其實大家都很容易看 所以就是這個 大家把這個腰 這個腰線 把它稍微壓一下 然後收一下繩子 自己就看你的體型 對啊 你自己就收一下 自己先調整 自己就 你看 這邊就有腰了 很簡單喔 然後另外一邊 我也這樣收一下 對 而且質感很好喔 我今天想要有腰就有腰 沒有腰就沒有腰 那如果今天想要 我今天想要沒有腰就沒有腰 這樣就對了 對啊 我想要怎麼調整 我自己變化啊 參加宴會的時候 姐妹多 你就要在腰伸腰伸出 是 哇 你看腰 好明顯 我腰也現在 我的腰出來了 辣媽 她現在是辣媽 對 這樣叫辣媽 而且辣媽的帽子 也可以改變造型對不對 這個帽子可以拆啦 我等一下脫下來 我現在脫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帽子可以拆這件事 對於我們女生啊 或者有時候你外出 你想要改變一點的造型 其實拆一個帽子就很快 對 因為有些人他們不是那麼愛帽子 但是我愛啦 但是有些人不愛帽子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帽子把它拆掉 它只是個拉鍊 在室內辦公室啊 比較正式一點 就是把帽子拆了 對啊 你就把它拆掉就好 就是一個帽子 你就把它拆掉就好了 收起來就好了 就變成這樣子了 Yeah Made in Taiwan Good 我穿最小的 我的尺寸是最小的 所以其實你看 蓋腿啊 蓋屁股啊 都沒有問題 好 黑的 紅的都好看 不過我跟你講 最明顯的差異叫做 before after 你知道嗎 你如果穿那個 背背靜靜 就算保暖 可是有一點扣分 那又保暖又輕盈又修身 怎麼辦到的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心靈哥好不好 我來看一下 心靈哥你自己看一下 我跟你講右邊你可以看得到 我穿得這麼臃腫 沒辦法 怕冷就是要穿那麼多 那麼厚啊 可是我就跟熊一樣 跟球一樣 可是一邊叫歐巴 一邊叫什麼 熊 阿伯 這阿伯 我跟你講這被人叫阿伯 感受不好你知道嗎 真的啦 韓國的歐巴就這樣子 你看形男就是形男有沒有 左邊就是形男 右邊就是阿伯 你好像穿起來很有錢 謝謝 真的是很有錢 對 穿起來就比較富貴 女生也一樣啊 尤其像Tracy你個子小 然後你的腰身沒出來 這個整個就變得臃腫 但是以前我還穿得滿自卑的 你白白的肥了10公斤 我真的滿自卑的 以前穿這樣子 現在這樣子整個身高 好像視覺上 他就是長高了 身材也變好了 很明顯 那個腰身都出來 有腰身叫辣嗎 右邊叫蔡奇亞 蔡奇亞 左邊的這個 精品時尚 有沒有 但是他確實是很輕便 因為以前 像那個旁邊那個 以前我穿的比較肥腫的 那個是羽絨服 它裡面有羽絨 但是羽絨它不好整理 然後它會有異味 然後有細菌 我會過敏嘛 所以其實 我覺得穿那個羽絨 我也不穿了 是 穿這個輕便好整理 它跟羽絨一樣 這個保暖度 可是因為你又 它這種絨不是羽絨 所以不用擔心那個什麼 它保暖度 羽絨跑出來 不用怕 而且不用怕有異味 或過敏的問題 而且羽絨本來就是 不好整理的東西 所以羽絨一般都沒有彈性 因為動物毛嘛 對 羽絨一是沒有彈性的 沒有彈性 大多都沒有彈性 所以其實我覺得 它會串毛耶 這一件好處它彈性很好 那我們可以看它的伸縮度 其實它伸縮度 我剛剛為什麼一直說它伸縮伸縮好 你看我們這邊有畫一條線 原來是10公分的地方 我現在立馬拉 拉給大家看 哇 這樣冰露多少 16 快一倍了 我還可以再拉 我拉到17 所以這個彈性很重要 假設我今天穿的這一件 不是說時尚 如果我們今天是去比較休閒的 凹凍 就比較動 運動 對 要登山爬山 你要動嘛 或者是要打球嘛 有輕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 如果觀眾朋友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呢 也歡迎大家上我們的 女王當家的FB粉絲團 來做進一步的了解唷